你有做田裡工作嗎? 田裡的是方法的 不是專業的 職業的工作是當一個音樂人 田裡的工作我也會做 幫我爸爸媽媽 那可是我小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學過樂器啊 沒有學過 但是 你有學過樂器嗎? 我沒有學過樂器 那然後我就是靠自己學 但是只要是你覺得 你真的很喜歡的東西 可能譬如說是繪畫 或者是有人考試會考得特別好 有人跳高跳得特別高 有人可以 單槓可以多拉很多下 有人身體比較強壯 有人會唱歌 每個人的特質不一樣 那我們必須要努力的去了解自己 你覺得你哪樣做得特別的開心 做得特別的棒 那有可能就是叫做天分 你要一直不斷的自我觀察 觀察自己 我為什麼想要當一個職業的音樂人 那是因為我在我的學習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花的時間比較少 可是我可以比人家彈得更準確 然後更快速 然後又可以記得更多 然後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其他人都練習不起來 然後你就練得特別的快 那就會覺得說 這可能就是我的天分 後來我就認為我要當一個職業的音樂人 那如果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如果你有夢想 你覺得你有一個 就是非得要做的夢想 這種東西沒有人可以擋得住 擋得住你們 勇敢的去追尋 一定要去追自己的夢 我當一個職業的音樂人 從來從來沒有倦怠過 我每次聽到好的音樂 我就會很開心 然後每次面對新的一個不同的演出 我都是覺得去面對一個新的一個演出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就是努力的要去接受那個挑戰 生命不一定有輸贏 球賽有輸贏 但是很多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我們很難說 一定是輸或贏 這個是有些是有限的比賽裡面會有輸贏 或許有人的那個體型很好啊 然後對棒球很有興趣啊 如果你覺得你是一個像王建民的投手 你球速很快 然後很會用力 你的線條性很好 那當然有人就會立下一個 我要去追尋那個美國大聯盟的一個夢 或是去追尋日本職棒的夢 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個追尋 想要去追 去發現自己的夢想 然後要 那個過程其實是經過很多很多的自我反省 才會知道自己是有什麼夢想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夢想 你覺得非得也要做的話 就是努力的追夢 努力的去追尋 不然會後悔 我其實在這邊我要講的是這個事情而已 就是告訴大家 要追夢 追尋自己的夢想 好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唱歌 OK 好 好 好啦 那我先講一個故事好不好 好 我講一個 我小的時候被我哥哥騙的故事 他竟然騙我 我的大哥 我有兩個哥哥 然後呢 在我們家後面的那個田呢 我還那時候還好小 我大概 大概就像可能是小學一年級 就像你 差不多這樣子 在我們家後面 對 工作的時候那天夏天好大的太陽 然後呢 我就跟我媽媽撒嬌說 媽媽我不要坐了 好熱喔 我要去土地公那邊 那邊陰涼的地方 我要去那邊休息 那我哥也說 我也要去休息 然後呢 我去到那個土地公那邊的時候 結果那土地公呢 他那個鋪面上面有個水泥嘛 水泥 然後結果裂了一個好大的縫 我在想說 我小時候在想 水泥這麼硬的東西 怎麼會裂著那麼大的縫 到底是誰弄的這樣 然後結果我就會問我哥哥說 哥哥為什麼會裂那麼大的縫 我哥哥就這樣很嚴肅的告訴我一件事 他說 我跟你講 從前 從前 有一個鬼 家裡沒有椅子 然後呢 看到我們家田裡面 有一顆很大的石頭 他想要把那個石頭搬回去 家裡當做椅子做 結果呢 他就只有一個鬼而已啊 他就把那個石頭挖起來之後 開始搬 慢慢搬 搬到土地公那邊的時候 手沒有力氣了 太重了 結果那個石頭就砸下來 結果就把那個水泥 砸了一個那麼大的縫 把我嚇死了 我聽到說 蛤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鬼耶 我哥哥講說 這是鬼弄的這樣子 我嚇著半死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說 我被我哥哥騙了 因為 其實水泥他雖然很硬 可是因為熱脹冷縮 是有可能就會裂開來 硬的東西比較容易裂 軟的東西比較不會裂 比較不容易裂 好 然後呢 我又想到 我哥哥曾經 我覺得很像是油冠車的事 什麼什麼 油冠車覺得是油冠車的事 油跟油 油冠車是正在意 油能力 對啊 我跟油冠車什麼關係 水泥攪拌車 哈哈哈哈 我開始了起來了 對對對 沒錯 因為他知道他的邏輯 好 然後我哥哥後來還講了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他這個故事是世界上可能是很短很短的故事 他這樣子 他念幼稚園的時候呢 我們小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幼稚語 我哥哥開始念幼稚園的時候 我們就從我們家跑到那個山山國王岩廟旁邊的活動中心 然後去看他念幼稚園 然後就看到那個老實說今天是故事課 然後要找同學來講故事 他就剛好點到我哥哥 然後我哥哥就上去 他就講了一個故事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他說 從前從前 有一個人去山上砍柴 被老虎吃掉 然後他就下來了 他下來 這個故事我後來覺得說我哥怎麼那麼糟糕 只會講一個四句的故事 都沒有編輯他的 結果我後來想想不對 這故事很厲害 他說 從前從前有時間 然後有一個主角是人 然後幹什麼 跑到山上去砍柴 砍柴回來要燒啊 或者是燒開水啊 煮菜 煮飯 結果結果出來了 被老虎吃掉了 山上有一隻老虎 有一隻老虎被老虎吃掉了 我想說哇哦 好厲害的故事喔 只有四句話 然後就有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就 還有畫面喔 有畫面 然後呢 結果在第二次 老師又那個故事課的時候 又點到我哥哥 我哥哥每次講故事的樣子是這樣子 我看到他講是這樣 他用很快速的方式 上台之後就說 然後他就下來了 他就下來了 他就很害羞 很害羞 然後就下來了 後來有一天 我就跟我的女兒在玩 我們說 我以前 我就跟我女兒說 我跟你說 爸爸以前很會被大伯父騙喔 因為 因為 大伯父呢 就是很會 我就跟他講這個騙 騙我的故事 我們就說 那我們來寫一個騙人歌好不好 他說好 那我們就來寫一個騙人歌 所以這個騙人歌呢 第一段是 條派條派就是從前 從前的意思 有一個人 去山上砍財 被老虎吃掉了 但是這是騙人的啦 騙你的啦 騙你的啦 怎麼樣 這個是騙人的歌喔 騙人的歌來了 你被哥哥騙了 我也有騙 被騙人的 然後又騙子 我哥哥也有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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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也有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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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首歌很簡單 也是前面唱一句 後面跟著唱一句的 阿 阿 跳派跳派 跳派 跳派 有一個 天一 有一個 一山風中跳 天一山風中跳 天一山風中跳 娜夫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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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一起 嘿嘿嘿 天明啦 天明啦 嘿嘿再一次啦 嘿嘿嘿 嘿嘿 天明啦 偏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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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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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零 偏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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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第一段騙人的歌 結果呢 我們後面我又跟我的女兒 又再編了第二跟第三個騙人的故事 有一天呢 就是我們家那個後面有鄰居啊 就會養飯跟雞啊 然後我們都會帶著我們家的那個 像有些是廚魚啊 給雞鴨吃 雞鴨都很愛吃喔 然後吃的時候 我那個女兒就會講說 就會跟雞鴨講說 翻鴨 我就想說 翻鴨 老大來了 我女兒說她是翻鴨的老大 所以呢 就 然後呢 那些翻鴨全部都衝出來 衝出來 然後 因為她每次都有餵她的東西 所以 每次聽到她的聲音 那些雞鴨全部都會衝出來 然後呢 我就跟我女兒說 那我們來編一個故事 來騙人 所以呢 我們下一個騙人的故事是 從前從前 有一隻翻鴨 她想要當老大 但是竟然最後嫁給了老母雞 所以這個是騙人的故事 騙妳的啦 好 然後又有一天呢 我們又編了一個騙人的故事 有一天我們看到一個婆婆在街上 罵她的那個老公罵得好大聲喔 後來我們問說 為什麼外面 我問我的媽媽說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媽媽說 那個呢 那個阿嬤呢 那個叫做 那個阿嬤呢 就是在罵她的先生 她的老公啦 因為她的老公會跑去賭博 會跑去簽牌 她老公跟她發誓 發誓說她不會再簽了 結果又配去簽牌 簽了之後呢 結果又被阿嬤就抓到了 然後阿嬤就在街上破口大罵 說 我要把妳這隻老豬公 要淘汰掉 要再到市場去把它賣掉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的故事 妳的爸爸也會簽喔 蛤 會啊 會啊 所以是 會啊 會啊 妳爸爸也會啊 阿公也會嗎 會啊 不會啊 所以這種簽牌真的是到處都有 所以從前從前 有一個阿公 偷偷跑去簽牌 結果最後被阿嬤賣掉 但是這是騙妳的啦 騙妳的啦 OK 我待會需要妳幫我按 這個因為有三張 我唱一段一段妳就按一下 按這個比較多 按一下 那是妳哥哥騙的 第一段是我哥哥騙的 第二段 第二段是我們自己亂編的 編那個老大的 結果嫁給老母親的 來 所以我們的這個前面是我唱一句 然後後面大家跟著唱一句 來 準備囉 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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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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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對不對 可是我也是翻壓的好不好 我們先唱翻壓 來 來 跳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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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翻壓 想要做老家 口感分落給媽 一起 嘿嘿嘿 嚴嚴嚴 嚴嚴嚴 好 我們第三段 跳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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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aç 跳拜 跳拜 嚇吵 嚇吵 嚇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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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uch 騙人的歌 騙人的歌 我們要唱得比較誇張一點 好像真的要騙人一樣 對啦 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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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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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 eleven 由他叫阿甘 爬去弦牌 爬慢慢天地 嘿嘿嘿 天地仔 天地仔 再嘿嘿一次啦 嘿嘿嘿 天地仔 天地仔 最後一次 是 美美 片蜜蜜蜜 是 片蜜蜜蜜蜜蜜 片人歌 謝謝大家 歌曲 麥蜜蜜蜜 阿咪,阿咪呀,來耶亞,來耶亞,分享,我戴鳥, 我在看,上掌風,陰雨給他耶, 阿咪呀,來耶亞,分享,我戴鳥, 我来呀 走吧 太舒服 来年一场 安美呀 来呀 分享 我来呀 慢年 来一生 不叫年八八 安美呀 来呀 来呀 分享 安美呀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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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生日快乐 那生日快乐呢 我们可以先 譬如说 一年级你们老师姓什么 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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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猴老师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唱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二年级的老师姓什么 六 二年级我们就唱 赞你快乐 猴老师 我们唱到六年级为止 好不好 好 帮你们老师唱生日快乐 好不好 OK 好 那个 赞你快乐 猴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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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声音快乐 大一点 猴老师 赞你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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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老师 四年级是彭老师 彭老师在哪里 有在吗 OK OK 我们给猴老师唱 来 赞你快乐 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5年级的謝老师在哪里 5年级的谢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赞你快乐 猴老师 祝您快樂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六年紀是 今天是林老師 林老師喔 一二三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祝您快樂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還有我們退休的老師 祝您老師 好 我們也幫祝您老師唱一下 一二三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祝您快樂 祝您老師 還有張主任 我們來唱張主任好不好 好 張主任 祝您快樂 張主任 張主任 祝您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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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主任 那給校長好不好 蔡校長 好 我們最後一個囉 來 來 張主任 祝您快樂 張主任 最後 張主任 祝您快樂 張主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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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吉人 大師 張主任 好 個人在 高樂 張主任 好 音樂 張主任 好 聲音樂 張主任 好 音樂 張主任 準備囉 跳牌 跳牌 尤其阿公 尤其阿婆 尤其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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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甜蜜啦 甜蜜啦 最後 嘿嘿嘿 甜蜜啦 甜蜜啦 最後一次啦 嘿嘿嘿 甜蜜啦 尤其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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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二年巧 尤其阿公 可愛你 我現在有聽到 歡迎歌 生日歌 片人歌 我觉得今天学到欢迎歌和真日歌 和片人歌 我觉得这些歌很好听 我觉得下次这位老师还可以再来 谢谢 林老师他一直带着我们 然后把他的简单的创作呈现出来 那给大家一个非常快乐而且轻松的下午 那在刚刚林老师的演讲里边 校长听到了两个东西 而且在第二节课的时候 前半段老师说 我要跟各位小朋友讲的就只有这一些 是哪一些 他告诉我们 他在大学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思考的说 他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 他要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 那职业的歌手 他需要具备有哪些的技能 哪些的专业 林老师也告诉我们 他一直到几岁的时候才正式拜师学艺 他一直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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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职业 加好 加好 他35岁 然后去日本 对不对 先去日本 所以校长听了这个话 我很感动 感动什么 你看我们林老师 他就是对于自己的理想 非常的深思熟虑之后 认定了这个目标 他不断的在怎样 往这个目标去努力 然后35岁才正式学艺 然后去学类似吉他的 那也告诉我们说 不怕 我们不怕你不学习 只怕你怎样 一直都不学习 不怕你很久很久 或者年纪很大才学习 只要我们愿意学习的时候 无论你在什么年龄 只要我们认真 都可以学得好 这是校长听到的第一点 那我还有听到第二点 那个林老师他有稍微介绍一下 他的整个音乐的团队 他告诉我们说 他在他的乐团里边 有两个吉他手 是不是 通通都是哪里人 日本人 然后 老师如果要录音的话 一定会请哪一国人来帮他录音 那个 你想 德国人 然后在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分享说 他去好多好多的地方 有去欧洲的 有去美洲的 那这些等等也有去中国大陆 这些等等 校长要跟各位小朋友讲的是 你看有日本人 有德国人 老师已经去过挪威 加拿大 美国 中国大陆这些等等 还有去画国 那他在告诉我们怎样 整个世界他越来越小了 所以我们通通都是怎样 所谓的国际化 将来我们虽然住在台湾这个小岛 可是我们可能会接触到的 会不会永远都只有台湾人 会不会不会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胸 放开过一点 我们的眼睛眼光要怎样 看远一点 所以任何的东西 校长在这里 希望大家我们都去尝试看看 都去学学看 让自己多才多艺 也让我们的生活 更富有色彩 我们在带着